我说你不会是野王吧 对啊 真的要疯了 哈喽 又酷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真的很可以的邓可妮 人敌嘛 其实在我看来 她就是一个非常酷 非常有性格 但其实骨子里面 却很柔情的一个女孩 有网友评论说 人敌是有着冷酷乖张的外表 对人情世负的透彻 飞蛾扑火的勇敢 以及特立独行的张扬 是哪位网友总结的如此精辟 很人敌 饰演人敌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人敌的困难也太多了 人敌的困难最大的可能 首先就是在她的音乐上 因为我们这个剧真的很绝 我那天就在说 我说我们这个剧里面 没有人假唱 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演员 都是真弹真唱 然后真演奏 我认为这个戏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上课 吉他课 架子鼓课 包括我还学了那个电子键盘 真的要疯了 这是人敌技能方面 因为我这个人笑点比较低 但人敌他是不笑的 他几乎是不说话了 这一点其实也有点难以拿捏 你跟人敌像吗 我跟他像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他那么的果断与勇敢 他比我要更勇敢 至少十倍的 你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成为现在的自己 因为其实我的人生迂回 就是能够有选择的道路还挺多的 但是最终我选择了这个不被 几乎不被所有人看好的事情 就很多人都在追梦 只是有些人追着追着 他的梦没了 他觉得太累了 但是我是属于是 你越不让我怎么样 我就越要证明怎么样 你对陈飞宇和张静怡的初印象是怎样的 他们俩都是外表跟内在 就是其实反差会特别大的人 比如说陈飞宇给人感觉 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 一个帅哥 对 但其实陈飞宇私下就是话也还挺多 然后经常会说一些很冷很冷的冷笑话 男演员 男演员 我就是 静怡也是 也是看起来就是小姑娘怎么样 我问静怡平常打不打游戏 静怡说打 他说你应该玩刺客吧 我说他辅助 我说那你玩什么 我说你不会是野王吧 对啊 对啊 野王指游戏中非常强的打野选手 能够以一己之力 带动队伍的发展 游戏的胜利 往往掌握在会败节奏的野王手中 你知道吗 这就是经常会给我这样子的反差感 跟大学同学赵志伟合作感觉如何 大四那一年毕业的时候 我因为要拍摄一个广告 我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 所以其实也是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 结果我们在这个剧里参加了同一个毕业典礼 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 缘分的 你觉得赵志伟现在跟大学时有什么变化吗 赵志伟变很多 赵志伟以前在我的印象里面 他就是一个愣头亲 离谱 但是现在就感觉志伟他有很多大智慧 然后就很奇怪 这个人就是进不下来 比如说他会去爆咖啡拉花斑 他平常不拍戏的时候 他就要去骑醒 然后就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干 就特别特别进不下来 做个快乐的人 最想拥有人逼的什么技能 全能音乐人 有什么一直想挑战都没有尝试的 蹦极 KTV必点的曲目是 yes ok 演戏和唱票哪个更难 都难 最近胖了还是瘦了 瘦了 高冷霸气还是活泼可爱 高冷活泼 公主群还是西装 西装 射口还是射牛 射牛 看爱水晶还是发际线和鱼鱼鱼 我选择离开 用原笛的口吻安利一下这部剧 爱看不看 不看是你的损失